我本以为这种便携屏 连接PS5、Switch打的游戏 两个笔记本电脑办公就行了 没想到这块爱惯的便携屏 竟然有这么多的功能 不仅有4K分辨率 还自带了电池 还能无线投屏 还能触控 还有中立感应 看的人真是眼花缭乱 咱们还是老规矩 先看功能再说有缺点 咱们先看外观 这块屏幕15.6英寸 4K分辨率 60Hz刷新率 京东方的IPS面板 100%的Adobe广色域 当然它也包含了100%的RGB 支持HDR400 亮度450尼特 可视角度很好 屏幕支持10点触控 两侧还带了扬声器 铝合金材质 背面还有B8孔 这块屏幕自带了8000毫安电池 如果办公使用 续航时间在3.5小时左右 右侧边的蓝灯可以看剩余电量 屏幕自带的电池可以给手机充电 也可以外接供电同时给设备充电 用的是PD快充协议 左侧有两个C口 上面那个是电源 下面那个是Type-C口 随屏幕附带了两条C2C的线 这两条线也是有区别的 一条是供电线 另一条才是真正的Type-C线 左侧还没说完 上面是3.5毫米的耳机接口 最下面那个是HDMI 2.0的接口 右侧一共有三个键 上下是音量调节键 中间那是菜单键 同时它也是开关键 在不插电源的情况下 长按三秒是关机 最下面还有一个USB接口 下面我们用它来 有线连接游戏机和苹果电脑 首先用它自带的这条HDMI线 用来接PS5 Xbox Switch 我们以PS5为例 在PS5里面显示的是4K RGB 我估计和屏幕的芯片有关 因为有些采集卡 也会被PS5识别成4K RGB 但这仍然是HDMI 2.0的 各位不用太在意 另外我喜欢关闭HDR 15.6英寸的屏幕 显示4K分辨率 那画面是十分细腻的 用它接Switch 1080p的分辨率 画面也是很不错的 它自带的那条Type-C线 接口不带两个小孔的那条 才是真正的Type-C线 这条线比那条电源线要粗一些 用它来接MacBook笔记本 作为扩展屏幕使用 太爽了 首先它比13寸笔记本的屏幕 要大一些 而且还是4K的 文字很清晰 色彩也很好 唯独在默认情况下 整体屏幕感觉有点发黄 后来才发现是 默认开启了方蓝光 手动调到0就行了 不过还是给点方蓝光 眼睛更舒服些 另外还有个意外收获 我在外接MacBook Air的时候 这个外接屏幕是可以触控的 因为这个Type-C口 它是支持触控的 但是单纯用HDMI 接电脑是不行的 因为HDMI只能传输图像和声音 那就需要同时再接一条Type-C线 一头连屏幕 一头连电脑的USB 这样可以实现触控功能 官方说这颗屏幕的Type-C口 是支持4K 60Hz 10bit的色深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颗屏幕的 投屏功能 这颗屏幕是支持无线投屏的 我感觉这颗屏幕 它集成了一个投屏硬件模块 需要手动打开 算是解锁隐藏功能 第一步先进入屏幕的菜单 然后点击USB 这时候等待几秒 就出现投屏功能的主界面了 在这个界面信息量很大 首先左下角是这块屏幕的WiFi的名字 这块屏幕相当于是个路由器 我们可以把iPhone或者小米手机 连接到这个WiFi节点上 然后就可以使用手机上的投屏功能了 这是无线投屏 在投屏的时候还可以旋转屏幕 因为这块屏幕支持重力感应 可以自动切换横竖屏显示 如果你是长期使用 我建议大家进入这块屏幕的路由器管理界面 让这块屏幕连接到你家的无线路由器 这样这块屏幕是作为家里的一台终端显示设备出现的 成功之后 我们注意看这个界面的右下角的IP地址 如果是你家的网段就算成功了 这样我们的手机就可以通过路由器的网络 把手机内容直接通过无线的方式投到这块屏幕上 这算是一劳永逸的方法 下面说几个注意事项 第一个是Windows 11虽然也可以无线投屏 但是效果不好 容易马赛克 而且不流畅 电脑还是乖乖地用HDMI或者Sycle物理连接比较合适 第二 iPhone的无线投屏 比如刷抖音的时候 我发现这块屏幕的颜色过于浓烈 解决方法也很简单 手动调节色彩降一两档就可以了 经过这两天的使用 我发现iOS的无线投屏效果体验是最佳的 小米的无线投屏比iOS稍微逊色一些 因为有一点点的小延时 华为可以用有线投屏 我这个是华为Mate 20手机 用屏幕自带的Type-C线连接到屏幕上 这种有线投屏稳定性和延时都很好 最后说一下不足 这块屏幕的菜单逻辑还有很多可改进的空间 新手需要点时间学习 不过还好 屏幕的菜单是支持触控的 不过有一次我误触了反转按钮 导致触控失效 最后用手动按键给调回来了 或者用复位屏幕也可以恢复正常 我们组结一下 这块爱贯的便携屏CW3 可以说是功能丰富 4K分辨率60Hz 广色域还带电池 带无线投屏 还带触摸和中立感应 不仅可以打游戏 还能扩展办公 娱乐影音 还有铝合金的外壳 可以说是一个多面手 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 可以充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希望给各位参考